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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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纳宏 可能 大家以前都听过这个名字 我问各位 我现在还没有开始讲 你知道纳宏书在讲什么的 请举手不要紧 如果说很多人举手 那我们晚上就换题目了 这个纳宏 在整个小先知书里面 算是 大概是前面两名 大家比较不熟悉的人 所以你要去猜测 他的年代也很难 然后你们试图从我这个副标里面也看不出来到底他在讲什么 但是要是我跟你讲 纳宏书是在讲尼尼韦 就是亚述的最大的 它的首都要灭亡 大概你就开始想说 那大概会在什么时候 应该不会在祖前七百年以前 不会 因为那个时候亚述还在 而且亚述那个时候 在七百年之前 七百二十一年前 他还没有灭掉这个北朝以色列 我们说这个南朝的这一个 尤大国啊 第一次是被这个巴比伦来攻打他的时候 是主前六百零六年 很多的这种年代 你必须用联想的才想得起来 我没有办法像各位这样 一目了然就背起来 我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巴比伦第一次来攻打 尤大国是主前六百零六年 那其实是巴比伦 有人说叫做新巴比伦 巴比伦这一个国家 把亚述帝国灭掉 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六百一十二年的时候 所以这一个纳宏 根据我们猜想 先猜想 他的年代应该在 这个六百一十二年 到六百四十年这一段 所以我们的猜测是蛮合理的 所以它落在六百三十年到六百一十年这个时代 这个大概有时候我们在定位一个先知的年代 所以我才讲说我们要有几个特殊的年代你要记得 所以第一个我们 纳宏书 你就要想到 它是在预言 它只有一件事情 它就是预言这一个尼尼尾城要被灭掉 那其他的 它就是在描述 怎么样去灭这个尼尼尾 这个纳宏 它的名字的意思是鼓舞跟安慰 但是呢 它整本纳宏书里面 并没有这个鼓舞跟安慰 如果我们看到最后 好像神刻意要把这个 曾经来侵略这一个尤大国的这一个亚述 要把它灭掉 因为当年这个亚述呢 他从北边把这个亚兰国灭掉以后 又往南一点把这个以色列灭掉 然后呢 他的兵马大概跑太快了 止不住就冲到这个耶路撒冷来了 所以其实这个尤大国耶路撒冷 曾经被这一个亚述王围攻过 如果你们要看这一段比较详细的 去看以赛亚书 就在以赛亚这个先知的时代 那时候还产生一个 这个亚述大军围住了耶路撒冷 一夜之间呢 自相残杀 一夜之间就退军了 然后呢 这一个亚述的王呢 就退回到他的地方 然后他被篡位篡掉 然后在这一个 这个纳宏呢 一般来讲他是在讲述这个亚述的败王 亚述失败 那我们就在看到那个时候 那个纳宏的工作 这边我们一直提到这一个年代 就是尼尼尾被贡献了 612年 是被这个巴比伦把他贡献 那我们在这一段历史 这一次今天我要提出来 要注意几个国家的年代 在当时的几个主要的大的国家 第一个当然是亚述 然后亚述被巴比伦灭掉 然后巴比伦后来被波斯马代把他灭掉 然后再接下来的就是罗马帝国 所以这样一系列下来你们就知道说 那到罗马帝国就是来到主耶稣的时代 那从我们描述的这个亚述 一直到这个罗马帝国 前后大概八百年 那我们在讲述的先知的年代 就是前面的这四百年 就是七百到四百 就是八百年以后到四百年 就是这个四百年 我相信我们每次的课程 在进度当中 我每次提 你渐渐了你就把那个年代勾勒出来 那这个在这一个 纳宏的这一个时代 我在这边写到说 那个时候亚述呢 南拜埃及北祖巴比伦 然后西灭以色列南清友大 东南西北他都有战绩 然后我有提到在这个以赛亚 先知以赛亚的时代 就是这个西西加王 所以在列王记下十七章到十九章 也可以看到亚述的这一个 他们围攻耶路撒冷以后 退去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犹大 一点都不安全 上一次好像我有提过 你们知道这个北朝以色列是怎么败掉的吗 其实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在谈的 这个亚述帝国太强了 所以他要求他们周围的所有国家 包括亚兰 包括以色列 包括犹大 甚至埃及 还有以东这边的国家 每一个国家都要进贡 所以呢 好像变成他的藩属国一样 但是呢 到那个时候呢 这个亚兰跟这个以色列不高兴 但是要怎么去阻挡这么大的 这么强大的这个国家 他说唯有我们大家一起呢 联合起来 来抵抗他 所以就由这个亚兰跟这个以色列 成立了所谓的反亚述联盟 去抵挡他 但是人家说 这些弱小国家要怎么样 要拉邦结派 多拿几个国家越好 所以当他们两个国家 不准备对这个亚兰进攻的时候 他们就来找这个犹大 他们跟犹大说 你要跟我们一起来反对这个亚兰 尤大 他说 你们两个实力还不够 就不要 他们不想参加 结果他们拉邦结派不成呢 竟然 亚兰跟这个以色列来攻打 这个犹大 你不参加 不参加 我就打你 哇 结果这个犹大就觉得 这个倍感威胁 干脆呢 他就派死者 去告诉这个亚述国 他跟他讲说 我每年都在跟你进攻 你是一个大的国家 现在 上面两个 这个 反对你的 要来打我 你要来保护我 结果这一个 亚述就派大军 往这一个西边攻过来 就在这场战役里面 亚兰国也亡国 连北朝有 这个以色列也亡国 那刚才我们有讲 他这个军马 一直攻下来 停不住了 就打到这个犹大来 虽然这个犹大靠着神 信免疑难 没有被拱灭 但是整个这个北边 全部被亚述 变成他的 他的势力范围 所以犹大国就 岌岌可危 好像被人家 压在头上一样 因此神拆这个 纳红先知来发这个预言 表面上好像是 要给这个犹大 把他的敌人要把它灭掉 但是神要灭这个尼尼尾 有他的意识存在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纳红书一开始 在第一章就展开了 对这个尼尼尾要被灭亡的 这个警告 整个纳红书很短 只有三章 所以我们一边翻开来 一边跟着圣经往前走 那红书的内容 其实你去读大概五分钟就读完了 很短 但是他的第一章第一节 一开始就讲到论尼尼尾的末世 就是讲到说我就是要讲尼尼尾 然后呢 从这一个第一章的第二节开始 他就讲到说神为什么要灭这个尼尼尾 我们讲说神并不是只在讲那个城市 因为尼尼尾是亚述帝国的首都 所以其实这边是在讲亚述整个要被掰掉 第二节一开始他就讲到说耶和华是寄邪的神 而且神不但寄邪他会施行报复 那第三节他就讲到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 但是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尼尼尾会被灭掉 是在神的眼光上看不过去了 那我们在读这个纳宏书里面有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无论讲神怎么样愤怒要毁灭他们 另外一方面他就讲到说我们这个神是良善的神 神不轻易发怒 那在这边他一直在隐藏着一个重要的想法在里面 so there is a hidden thought that is behind all the words 今天是什么样的事情惹起神的这么的不愉快 what is it that has caused this our God to become so wrathful 当然他在讲的是因为这个尼尼尾把他们北朝的这个以色列把它灭掉 of course part of what the prophet says is about the Syrians they destroyed the northern kingdom of Israel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北朝会被灭掉也是因为北朝他们 在这个敬拜神的事情上面出了问题 however we also understand that the northern kingdom was destroyed because they had issues in their towards their worshiping God 所以这种双重的这一个讲法最后要讲到谁 最后就是要讲到犹大 so we can see there's a twofold there's twofold here because eventually what God wants to talk about is Judah 你去想神他一个先知一直讲这个外邦的这个国家很差劲 要把它灭掉那不是对他们就完全 那我们就很好 because if you think about it God sent the prophet to tell them all about the bad things of another nation then would not Judah think that's fine nothing to do with me 甚至我们记得跟这一个纳洪书相对的那位先知是谁 相对的有关系的 我们之前谈过有一个先知 就是被鱼吞到肚子的那一个先知 他去尼尼尾传警告让他们悔改 he was sent to Nineveh to preach to them so that they can repent 但是那个是离这个纳洪大概一百年前 但是呢现在轮到神要来将他们毁灭 however now has come time for God to destroy them 那这样的事情 会不会临到这些犹大果的身上 so will these things also then happen to the kingdom of Judah 是不是有可能有一天他们违背神 也一样会被灭掉 if one day they also disobey God will they also be destroyed 我觉得我们在读纳洪书的时候 要怀抱这一个心情去想 而不是说哎呀敌人要死掉 很好很好哇 不是这个样子 so when we read the book of Nahum we should read it with this in mind and not just point fingers at the other nations say oh they're so bad and they're about they're going to die 而且我们上一次讲过哈巴古书 and we last time we also discussed Habakkuk 哈巴古他不是当知道说 神兴起迦勒底人来要把他的国家灭掉 就是犹大果灭掉 他就说神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and when the prophet哈巴古 k knew that God was going to raise the Chaldeans to destroy the kingdom of Judah he also questioned God how can this happen 如果按照拿宏先知的想法 就是说这个尼尼韦是万恶的国家 把他灭掉 谁来把他灭掉 所以从历史来看 竟然是亚述被这个巴比伦灭掉 然后这个巴比伦是神安排 要来灭犹大国的 so from history we can see God had arranged for the Babylonians to destroy the kingdom of Assyria however the Babylonians was also arranged by God to destroy the kingdom of Judah 那为什么神要安排巴比伦来灭犹大国呢 so why did God arrange for the Babylonians to destroy the kingdom of Judah 巴巴古先知就讲说我们的国家这么烂 神啊你出来主持一下神说好 我安排巴比伦把你们国家灭掉 这边我们看得出来 今天呢神对一个国家的报应 事出必有因啊 不会说神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国家 你那个名字不好听 你你以为我就把你灭掉 不会这个样子 神甚至让这个约拿去传警告 一下子整个尼尼尾悔改了 就没事了 那这一个北朝以色列为什么会被这一个亚述把它灭掉 因为他们在神的眼光当中不行啊 其实我们上次在讲哈巴古书的时候 我有一点没有特别提到 但哈巴古跟神讲说你怎么可以安排 像这个巴比伦这么凶残的国家来把我们国家灭掉 神啊你有没有公义啊 其实神给他一个意见就是说 他只不过是我拿他来当工具把你们国家灭掉 但是呢巴比伦不用太高兴 你想一个巴比伦出现把那个之前的那么动药那么厉害的亚述把它灭掉 如果把当时的这个犹大国甚至埃及通通打败了 哇那这个巴比伦就高居安稳在那个位置上 但是神说不是 当他把你们国家灭掉以后 我就要把这个工具除掉 那这段的历史被谁见证呢 那这段的历史被谁见证呢 就是被那个但以理先知见证的 但以理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看《大以理书》 我们看《大以理书》的这一个第九章 我们找一下 当这一个 我们看《大以理书》的候面 《大以理书》的后面 《大以理书》的第六章的28节 他说这一个 如此这个但依里 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 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 大小运动 这个时候已经改朝换代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 这么强大的国家 一下子就被换掉 所以其实呢 神很公义 他不是要让 这一个巴比伦 勇士兴盛 那这一个事情 发生在什么时候 我们来看这个第五章 在当时的那一个 巴比伦王 罗莎莎 他不是看到 在墙上有一只手在那边写字 然后呢 他就害怕了 请但依里来解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一段 我只是稍微提一下 你看那个 那个但依里书的五章二十九节 当但依里把这一个意向把它解了以后 二十九节说 薄莎莎下令人把指头给但依里穿上 把金项链给他戴在井子上 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 哇这个时候的这一个但依里爬到整个国家的第三名 等于是在国家当首相了 但是他这个首相命很短 被戴上金项链以后没几个钟头 三十节 当夜迦勒底王伯莎莎被杀 马代人大利乌 年六十二岁取了迦勒底国 当天这个巴比伦就灭国了 所以这个但依里当首相没有几个钟头就来炒饭带了 但是奇妙的是这个但依里呢 国家被灭掉他是首相 换一个国家他继续当总管 我们刚花了一点时间 是讲到神的这个旨意在任何一个朝代 他的旨意是不变的 神本为善 但是呢要是这个国家违背了神的旨意 或者让神觉得不喜欢 为什么会不喜欢 就是他们违背神的旨意 那神就把它灭掉 所以圣经里面也写说 国家的星体 王的星体 就是王的上来换这个王 都在谁的手上 都在神的手上 我觉得 even到今天这个世代 我们还是要去观察 其实我们不用指明道信 有些国家是无神论 有些国家是真的是反对神的国家 真的神的这种运作 他不会让这个世界继续这样走下去 所以在纳宏书的一章七节 他就谈到说 然后第八节 他就讲到说 他要用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尾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尼尼尾 其实他的都市是在沙漠里面 In fact the city of Nineveh was in the middle of a desert 是在现代的这一个 这个巴格达 这个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城市 他的南方大概一两百公里的地方 And its location is approximately 100 or 200 km south of current Baghdad 但是那边没有什么水 But there was not much water there 但当时先知就说 他要被洪水把它淹没 Yet the prophet prophesied that there will be a rushing flood will end them 我有特别去查这个背景 So I especially went to look at the background of this 他是说当时在战争的时候 And it said that back then during the battle 这个巴比伦想要攻打他 但是他的这个城市很坚强 不容易打 The Babylonian army wanted to capture them However the city was strong And they were unable to 那一般这一个大的城市 都有那个河流经过 And usually with big cities There will be a river that runs through it 那他就在上游的地方 主坝把这个水挡起来 So what the Babylonians did was They blocked up the upstream water from coming down 不是要把他们可是 是等到这边这个竹坝的水 到达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把它破体 让整个这个洪水流过去 But the purpose was not to to not allow water in so they would die of thirst The purpose was to build a dam there so that the water will gather until it's so full that when they let the dam go all the water will destroy the city 那一些圣经的历史学者 就是说当时或许这个 巴比伦在攻打这个 尼尼尾的时候 就是用这一招 So some of the historians believe that this was the tactic that the Babylonians used to capture the city of Nineveh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说 哦怎么可能呢 在沙漠里面怎么用水来攻呢 明明没有水啊 但是那个战争 可能他就是用这种方法 So when we first read this How can they be destroyed by flood It could be because of this By using this tactic 然后到了第九节呢 神就讲说 我要怎么样来刑罚你 Then verse 9 God asks 要怎么样来刑罚这些人 God tells how he's going to punish them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跟犹大说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tells the people of Judah 他说 神已经将尼尼尾灭掉了 你犹大现在安全了 God has destroyed the city of Nineveh Now Judah you are safe 你看到那个十五节 他就给犹大报加音了 Verse 15 The prophet brings good news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个蛮有意思的 当你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 你会觉得 诶怎么这样 因为 我有跟你解释过 当时的这个状况 这个犹大 他就不再感受到威胁 然后到第二章 他就正式开始介绍 怎么样去让你的尼尼尾 颠覆 你看二章第六节 他就写到一个核诈开放 宫殿充没 这句话还蛮特别的 那就后来的历史事实 就是很可能 这个巴比伦就是用这种方法 但是呢 圣经学者有两派 有派说没有 有派说很可能是这个样子 我们只能看这一个字面上的意思 然后他们凄惨到 这一段 真的又是描述 大家都在跑 然后喊说 站住站住 不要跑 不要跑 没有人回顾 最近 大家是不是常常看 这个YouTube 或什么去看 在中东的战争 其实有一点像 当这个以色列 一直清到 这一个加萨的城市去了 本来说不跑的 现在拼命跑 因为连躲在医院都有炮弹来 那我也看到一些报道 他讲到说 以色列准备用什么 用水 因为他们都在地道 他就把他们的水库解体 然后还觉得不够 还要引海水 把他们灌进去 那这样他们就不用进去里面找 因为那个tunnel里面 他可能埋炸弹 那他们怎么去找 所以他们在里面也会牺牲 但是以色列说 他们这一招从哪里学来的 是从埃及学来的 因为当时在加萨的南边 也是做地道 在走私用的 这是从加萨到埃及的土地 这边都有地道 他们就在那边走私 那后来埃及就想到这一招 把他整个隧道灌水 所以从此以后 走私就没有办法走私了 无论怎么样 这一段的圣经节 他就是讲到这个 尼尼韦要被攻到什么样的程度 到了第三章 整个纳红书第三章 就讲到说 为什么你这个城市要被 这样被侵覆 三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就是说 祸在这个流人血的城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尼尼韦在过去 这个亚述帝国在过去 杀了太多人了 所以他就讲说 你这个城市 不要自己以为你很强大 第八节说 你不要以为你像那个 挪亚门 这个挪亚门不是挪亚他们 这个是在这一个 埃及的 它有一个城市 另外一个翻译叫 迪比斯 这个就是挪亚门 这个挪亚门 这一个都市 它是在河边 它说 连这么坚强的一个都市 都没有办法 幸免遗难 你这个 尼尼韦算什么 但是这个挪亚门 这一个都市 是早在 这一个 这一个 尼尼韦 之前 几百年前 就被灭掉 它只是拿 那一个城市 来做比 我们看到这个 拿红书的三章十节 它就讲到当时的那一种 惨况 它被迁移了 它被抓了 它的婴海在各街市口上 也被摔死 这边 真的很凄惨 其实我们看了一个 一个城市这样子 战争 最近 你在看 以色列 打这个加萨 还不是一样 那边死了多少婴海 如果我们看到 当时有战争 就先看看 我们姑且不论说 哪一边对哪一边错 但是呢 这些牺牲 真的是很凄惨 然后最后 它的议言 它说 你这个尼尼尾将来 永远没有办法 回复 永远回不来了 它会永远回复 哪红书的最后 三章的十八节 十九节 它说你的人民 要善在山间 无人召聚 然后呢 你的损伤 没有办法移植 OK 我们今天 很快地看了 其实 因为只有三章 你很快看了 它的那种 那我们怎么样 去把它收缩回来 你到底 看了拿红书以后 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用我的这个角度 来帮各位 做一些整理 第一个是神的 发怒的耶和华真神 他是一个忌邪的神 但是他也不会 以有罪的为无罪的 但是他又是一个 原来他是本为善 这个是在讲什么 这个是在告诉 这个犹大国 你不要以为 你们是神的百姓 所建立的国家 神其实是对 他的百姓 非常的好 但是你们要是 错觉了神的 这一种慈爱 你违反了他 他会给你们教训 因为你知道 这个拿红 他的信息是讲给谁听 不是讲给 你女伟听 他是讲给 犹大的这些百姓听 那干嘛要讲这些呢 他不是跟他们宣报 说神要把你们的敌者灭掉 大家万岁万岁就结束了 这个先知却一再地告诉他们你们神的原则是什么 第二个当然对犹大是一种鼓舞 因为时间很快 我就不再细节去讲 当然你要从他的 颈像 把你绑住的 把他折断 然后呢 那个恶人不再从你当中经过 刚才我没有特别读这一段经济 然后他第三个人 他特别谈到说 你女伟为什么有今天的下场 你可以看到 我举一些 射魔攻击耶和华 然后流人血的城 然后有隐形 然后神呢 他为敌 当神不喜悦你的时候 谁能够以神为敌 你在强大的国家都没有用 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提到 你为什么要怎么样受这个灾祸 所以这个整本 这一根纳宏书就只有三章 可能到今天晚上到现在为止 你心里面就是一个想法 对啦 他就是讲你你我要拜王 没有错 你抓到重点 但是呢 其实整个这一个纳宏书 留在圣经里面 他有他的教导的意义存在 就是看到恶人为什么失败 我们要自己想到 那要是我们也在那一个角色上面 所以这个纳宏的信息给犹大 就是为了要让他们知道 你要小心 那没有想到犹大呢 经过没有几十年 他就灭亡 他不是才说你们从这个亚述的 这个恶上面解开了吗 你们没事了吗 这些亚述的军队不再经过你们那边吗 怎么一下子现在换巴比伦过来 所以后面的这个思考 我留着讲义 你们都有看 当作一个思考用 所以我们讲到说 它是一个伟大的帝国要灭亡 但是我说对犹大国来讲 是一种争论 也是一种警告 你会不会觉得世人很可悲 人家说历史是一面镜子 所以我们可以什么 中文叫见往直来 就是看到过去知道未来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个样子吗 不要以为你现在很好 你得意了 要是你的得意不是神所喜业的呢 历史上这么强大的国家 都会被灭掉 更何况我们个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在这个全能的神面前 前辈下来 不要以为我现在赚钱了 哎呀 我现在我有什么样特殊的能力 才能 跟一般人比起来我骄傲得不得了 但是神 你对神的敬拜 是不是因为这样失去了 那你如果也走上这一条路 那表示这个历史 你没有读通 你没有从这里面得到智慧 我们在座的各位不是历史学者 不是要来研究这个历史的 我们很期待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神啊你要教导我们什么 我们感谢主了 我们用这样来做思考 期待主耶稣的这个恩典 在我们当中 是让我们一生受益 让我们知道抓住我们的 不要失去了我们对神的一个仰望 so that it is something that ties us to him and not for us to lose our hope in him 好 那我今天这个纳红书的 大概的里面的解析 就讲到这边 so our study into the book of Nahum is here tonight 这样有没有装到头脑里面去 has this been put into our memory now 所以你可能已经是 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里面 你们是极少数 已经把这个拿红书放到脑筋里面 但不要忘了 you are a very small minority in the whole of Christian or Christians in the world who actually knows about the book of Nahum so don't forget 我们求主耶稣带领我们 we ask the Lord to guide us 我们来唱唱美诗449首 Let us sing hymn44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